最近如果是搭乘北捷文湖县的乘客 可以多加留意车厢里的变化了 因为北捷为了要提升文湖县的尖锋时段运能 25列马特拉列车全速进行改装 拆除部分的立柱跟座位之后 预估每列车的总载客数可以提升到420人 不过北捷的电价最近三年来 涨幅就高达了53% 物赛是不是有可能会反映到票价上面 对此北捷强调 因为涉及的层面很广还需要深深评估 平日下午非尖锋时段北捷文湖县大车人潮依旧爆满 为了让车厢空间可以容纳更多旅客 北捷从去年6月起共有三列马特拉车型的列车 经过改装后上线事办营运 近来北捷更宣布将陆续改装文湖县25列马特拉列车 预估明年中全速上线 走进改装后的列车会发现到这个空间明显变大 而部分的立柱也都已经拆除 那在第二三节车厢呢 原本这边是有双人座椅跟行李架 现在也都已经完全拆除 有变空旷这样 比较繁忙的时候会可以站的人比较多 我是南京复兴上来的 我是觉得椅子比较多比较好 移除部分立柱 座椅还有行李架 同时缩小车门旁的扶手宽度 更增设窗边扶手以及车顶的手拉环 每一列车可在容纳20人 让总载客数提升到420人 只不过随着台电电费全面调涨 北捷统计近三年来 累计电价涨幅高达百分之五十三 预估2024年电费约二十八亿元 占整体营运成本超过一成 民众也关心未来是否反映到票价上 北捷则强调票价调整 涉及层面广还需要审慎评估 认为北捷电利用在民生服务跟产业用电不同 韩话中央应该专案比较民生用电最低级距来调涨电价 否则成本压力增加 未来恐怕面临票价调涨的挑战 这里是林熙台北采访报道